在原文里面,我们合合本翻为千的这个字,其实呢,是他连德,一个他连德是等于六千个银币,一个银币是当时工人一天的工价, 所以你按照正确的翻译来说,第一个仆人所得的是五个他连德,一个他连德是六千,五个他连德就是那三万银子了。 说的更直接一点,第一个仆人所得到的是三万日的工资,而第二个仆人呢,就是一万两千日的工资,最后一个仆人是六千日的工资。 你想,一个工人一天工作是一个银子,那到底要多少才能够累积到六千个银子呢? 你算下来大概要十六七年的时间,那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? 原来我们常常说那个仆人只得一千银子的,其实他所得到的是不少。 从这个比喻来看,虽然每一个人所得的资源有多有少,但是呢,连最少的也足足有余。 只是他跟第一个比较之下,他只不过是他的五分之一,但是即便是五分之一,也是很多了。 到底这边所讲的银子代表的是什么呢? 在很多的讲道当中,也许你听过提到呢,这个银子所指的就是财干和恩赐。 但是,其实经文当中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,这里的银子代表什么。 而且,当这个主人他分银子的时候,其实是按着仆人的财干去分的。 所以显然他当时已经有财干了。 到底银子所指的是什么?我们不太清楚,但是我想可以用一个字来笼统地概括,那就是呢,资源。 这边所讲的也许包括了财干恩赐,但是不只是财干恩赐。 除了财干恩赐,还有我们的健康,神放在我们身旁的人,上帝给我们的机会等等。 那我们是如何善用这些资源的。 也许有一些人觉得不太公平,为什么给不同的人有资源的多寡都不一样呢? 那有一点是我们值得注意的,虽然资源的这个多寡有别,但是成绩的要求也有别。 这个主人并没有要求那领一万两千的,拥有领三万块的这个仆人所得的那个的成绩。 他之所以会这样分,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的仆人能够承担多少。 所以当这些的仆人尽力去把他们所运用的资源,所得的成绩交给主人的时候, 只要他们忠心的做好,主人也都是很满意的。 所以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姐妹,我们今天呢也从神那里领受不同的资源。 我们拥有不同的机会,但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也有所不同。 上帝给某些的人有某方面的恩赐,他呢就期待他在那一方面来好好的运用。 上帝给某些的人机会多一点,某些人的机会可能少一点。 有一些人可能身体好一点,体力多一点。 那另外一些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少。 有一些人可能时间长一点,命活得久一点。 而另外一些人,一年早逝。 但是,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也不一样。 我想基督徒在讲到资源运用的时候,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,我们需要为着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资源来负上责任。 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去羡慕别人有很多的机会,或者去妒忌他有很多的恩赐,或者因此去埋怨上帝为什么不公平。 我们真正该做的是,去评估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资源。 还有什么资源是上帝已经给了,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发掘的,我们应当呢,去把它发掘出来,然后用在上帝所托付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上面。 到底我们有多少的资源? 坦白说,我们并不知道。 我们也许能够再跟别人比较说,他比较多,我比较少。 但是我怎么知道我领少的是多少?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,其实领最少的那个仆人,你从原文的角度去想的时候,他也是足足有余的。 我们的资源到底多少? 我的结论是,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一点。 所以当你去发掘的时候,当你去用的时候,你就会越发现越多。 当你不用的时候,这些的资源就会摆在那里,浪费掉。